改善行政的事務 因為各位都是總將官 這位儘管的臺灣民進府的官員 所以是領土改善 最後我們接種後的事務是怎樣 先開始我們要了解 行政的角色是什麼 這是一個民主社會 國家的管理大部分都是根據一個環節 就是三觀分立的環節 三權分立 這怎麼說 就是將國家的主管分座立法 行政跟司法這三項 讓他們個別去獨立運作 但是必須要抗扎 因為如果沒有讓他們獨立運作 有可能會發生 沒有一種的管理 會想起執政還是想強 但是如果想起獨立 大家沒有保障交流交往 合作的時候 這個國家也沒有辦法 經過順利的運作 所以 雖然分座三個管理 獨立在運作 但是佛鄉也要欠責 這慢慢以後 我們繼續來了解 這是什麼意義 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先可以做這個簡單的過世 就是說 法律是立法機關創作 由行政機關來執行 最後由司法機關來做解釋 聽起來好像文英文 讓我們舉個實力來過世 譬如說 我們因為 剛才的東西做事 你沒話嗎 OK 請坐 我們因為剛才的東西做事 這項事情不好 所以 立法機關 就創作一個法令 說 老大人的東西做事 這是反法的事情 我們要把它處罰 有這個法令之後 這九個警察 警察就是行政機關 他就是在執行法律 這告訴他 去執行這個法律 執行這個法律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人做事 你只要他抓 你一定就要他抓 但是他抓來之後 這個事要怎麼處理 警察不能處理 他就要告發官 發官這要把它判罪 這個判罪是怎麼要淘汰 有台人還是沒有台人 淘汰桌 淘汰舊 要判多少的桌 就是法官司法的單位 在做 不是警察在做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 對我們來說比較重要的這個結論 我們是當時 行政機關的臨部 各位 將來這關的所在 都是行政機關才對 所以 行政機關的臨部 根據我們剛才的過世 可以強調再一次 或者執行法律 他的臨部是在執行法律 不是在創作法律 也不是在過世的法律 所以大家如果了解到這裡 我要請問大家 這個問題 政府可以管老百姓 還是不行 政府可不可以管老百姓 聽我清楚喔 可以的請舉手 有不少喔 不過還不到十個 不可以的呢 請舉手 大多數呢 不知道的呢 有沒有 也有 少數 非常少 這一次我們就少數 乎同多數 這嘟嘟要這樣 沒有錯 政府不可以管老百姓 想怎樣 為什麼不可以管 嗯 政府是什麼單位 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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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過世了 他在做什麼 執行法令 他不是管老百姓 他的臨部不是在管老百姓 法律部規定說他就要管老百姓 對不對 所以他不能管老百姓 管老百姓 那是中國訴訟 我們現在 前對就是這個民主社會 民主社會 什麼人是主人 老百姓 政府是什麼機關 是不是老百姓請的 公務靈緣 為何公務靈緣 怎麼可以管老百姓 請的辛勞怎麼可以管老百姓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觀念 大家就要記清楚 政府不能管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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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也不能隨時說你 因為你有塞車 他就要跟你抓 你如果沒有犯規 他怎麼可以跟你抓 警察抓 超速 是因為你比較超速 他才可以抓 沒有他沒有管理 對吧 OK 很快 走 第二 行政的意固 行政的任務 是自行法律 所以 一切的行政工作 行政工作 必須要根據法律的規定 法律如果沒有規定 你就不可以做 法律跟你規定 你做什麼 你才可以做 所以 說這句 簡單的話說 就要 依法辦理 這句話是 要根據字眼來做 不是在開玩笑的說依法辦理 確實就要依法辦理 依法辦理 後面就是什麼 不得任意炒作 你不能根據你 想什麼 還是 期望好 要怎樣就要怎樣 不行 行政機關絕對不可以這樣 所以不得任意炒作 一定要依法辦理 這個 所依的法令 最多來 依法的法源 是來自立法機關 所創造的法令 不是來自政黨的主張 在台灣有一個政黨 經常就在開中上會 做骨切 叫他行政靈丸 就要這樣做 我不用說那個黨是哪一黨 我告訴大家 大家都知道 這種的做法絕對不穩順 民主社會絕對不是這樣做 所以 依法辦理的法源 是立法機關所創製的法令 絕對不是政黨的主張 請問大家就要求好 所以我們剛才有說 行政機關 它是在接憑法律 但是 有經濟立法機關的受管的時候 行政單位 也有能夠制定 發立的執行細節 有些細節 它可以去規定 是不是可以做裁決 這個 這是什麼基準呢 比如說 行政機關可以頒發建築許可 我們要去這間房子 要申請復庫 這個法律 有給行政單位 說你就要深測 要可以頒發許可 這樣行政單位才可以做這個事情 再來 什麼人要操縱 警察可以直接開發堂 他不必將那個人先抓去 給法官 譚說這個要發貴的錢 這個就是 有這個 立法機關的受管之後 警察才可以開發堂 這就是這種人類 說到這裡 我還有一個問題 還要請教大家 法律沒有規定的 準還是不準 法律沒有規定的 準不準 準的請舉手 非常少 還不到五個 法律沒有規定 不準的請舉手 大多數 不知道的呢 有沒有不知道的 還是有呢 那你們要趕快動老闆進來 這輩子就不可以少數 服從多數 這輩子要倒拜 多數要服從少數 什麼意思 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準 奇怪喔 怎麼會這樣 高速公路沒有限制你開 100公里時速的話 你可不可以開120 就是要用這個體 大家可以用這個體 大家可以用這個體 去想 法律如果沒有給你驚訝 你一定就可以100公里的時速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用120 是不是可以用130 對吧 所以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準 還是怎樣我怎麼會找到這條問題 講一個故事 其實不是故事 這是歷史 歷史 事實發生的 大家可能還會記得 很早很早以前 1996年 歷史要參加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 歷史要可以民選 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比選到之後 要登記的時候 他在學中國的那些 皇帝 說我要登記 可以的代謝 所以他就 選擇一個代謝的政策 將一些以前犯罪的人 跟代謝變罪無罪 其中有一位 民進黨的大怒 名叫做 《恩信改》 那個本來是 鎮埔立委 因為他叫做 中華民國給他判罪 說判亂罪 判亂罪 所以給他刺奪公權 所以他才不可以做立法委員 經過阿非白的代謝了後 他就說這樣我沒罪了 所以我申請 恢復我 增補立委的資格 結果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的內政部 那是社會司 那個司長 說這個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不準 我看一看 他之前沒有去吃飯了 如果吃飯的時候 整個飯都飯出來 找一個 不知道聽得到 中華民國的內政部 主觀的司長 說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不準 他的法律不知道怎麼了解 根據我們普通人的生活 法律是要重要 法律就是要犯罪我們的行為 不才會定法律 社會沒有這麼複雜的時候 哪有需要法律 來跟我們規範 來犯罪我們的行為 對吧 你要走當 翁塞 隨便你 那就要用 紅綠燈來幫你關一下 說現在綠燈你才可以走 紅燈你不能走 對吧 法律就是要犯罪我們的行為 既然如果沒有法律 犯罪我們的行為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自由 走當翁塞 所以 所以 剛才有說 政府不可以關老百姓 法律 沒有規定的就是可以 但是上面有一個 真功的動心 拿出一個問題 他說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 那是騎在我們死老百姓的立場 那騎在政府的立場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這樣 騎在政府的立場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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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法律的規定 它是不可以辦的 不是不准 法律如果沒有叫你 說你這個 神聖的人 可以 建築 福克 給他 你就不可以給他 建築福克 不是說我不准你 建設 還是准你建築 所以這個 這個觀念大家就要 稍微調整一下 原則上 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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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單位 本身也是這樣 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可以 准老百姓的 他就無關於他 那麼多 對吧 OK 現在我們 來看說 行政的偏側 有什麼 這大家 面前的說明 大家都會了解 我們有中央 有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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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 行政機關 還是行政單位 將來 我們民進府 中央的部分 分手 跟軍 這是已經 定案了 現在中央 跟中央 有這個法律 的時候 管理的法律 也有需要 要 現在看中央 跟地方管理的法分 我們就可以 改定說 這是 中央集權制 還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時候 就是地方 也有管理 擁有 地方自治 或是 創造一些 地方自治的政策 來推行 地方如果沒有這個管理的時候 變成一切都中央控制 這個 就像 一間 大間 宅 在 中公司 控制 所有的分公司 這就是 中央集權制 如果 地方自治 那些 大家 想不得 我們也有 一種 企業的 組織方式 這就是 合作者 組織方式 這個 一個合作組織 他每一個 省丸 他的分子 都會用的子助 處理他自己的事 不一定就要聽 會合作的 中央的智慧 再來 我們再來看看 行政機關 我們 雙手 也可以分作兩種 一種是 政府機關 這個在中央 酒 跟軍 都有 另外一種 死無丹尾 中央 政府機關是在重要 你做政策的 願意 你議定政策 那些就是 政府機關 他本身不一定就要執行沒有一個業務 但是他就要做政策 要研究政策 創作政策 發展新的政策出來 事務單位 這是在執行法律 什麼事務單位 我們剛才說的 警察 或是家政策 在幫我們收小金的 或是幫我們辦公室的 這都是事務單位 要求無單位 這是執行法律的 所以我們說政府機關 或是行政機關的時候 就要了解有差別 再來 第三 行政的事務 行政事務所牽涉到的 應該只有三項事情 就是人與事務與事務與事務 行政 牽涉的人 就是行政服務的對象 就是老百姓 用另外一個名字來講 也能跟情侯都說是客服 行政單位的客服 就是行政單位服務的對象 這客服 既然是客服的時候 所以我們行政單位對老百姓 絕對不能官僚 不能官僚 不能官僚 而且要客氣 還要有禮貌 台灣中華民國的制度是很暖 沒有不對 不過有一個單位 很苦處 大家如果要辦我們的新聞政 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 河口 單位 現在台灣的河政事務所 不佳有禮貌 我們去都會問我們要做什麼 要教我們要怎麼辦 去哪裡 甚至他又碰一塊地去請你 這個 什麼人做的 阿扁 所以阿扁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壞的 因為有他的好的地方 這種好的制度 我們就要把它撈起來 我們不但不是這樣辦樓口 就要這樣 以後 我們的民進府 不管這份什麼業務 對老百姓 都要拿去 要有禮貌 再來 我們要辦的事務 是什麼 行政的業務 就是 法律 高班的任務 法律 規定的 我們就要辦什麼 那就是 我們的業務 所以 這個法律 應該就要 規定 和 行政 單位 的 質疑 和義務 要很清楚 這樣 行政單位 他才會知道 醫療要辦什麼 他的 質疑 和他的義務 是什麼 講到這裡 我因為要拿幾個 億励 給大家做參考 ROC ROC 大家知道 有很多法律 裡面有一條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比如說 ROC的公司法 第五條 主管機關 中央是經濟部 政府 支撐市政府 第一 英公法 大家回去 會可以選擇 這是 超出來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 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農會法 第三條 也有規定 主管機關中央是行政院農委會 直轄市和縣市政府 甚至現在立法院在討論的一些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條也規定 說主管機關是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打你打不到 就是立法院在統計法令的時候 立法院議員大家都在睡覺 哪有說主管機關就是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到底是在記載的人都不知道 這個地方一定有出什麼問題 不過不管主要我們是會說 中華民國的一些法律 哪有主管機關 到底在主管機關是一個關什麼 我們剛才不是說政府不能關老闆事嗎 如果老闆事不能關 他們知道在關什麼 關什麼 有人知道嗎 他們知道嗎 我是不知道 我發現他們跟我們一樣 他們也不知道 不知道說他們要關什麼 所以要怎樣 大行都關 對頭關到買 這樣絕對不會不對 絕對不會漏糕 如果有東西關的時候 如果可以關的時候 是不是有關理 如果有關理的時候 大家也要去 所以到時多頭馬車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大家也要關 但是要扶節音的時候 都沒有人要扶節音 對不對 食品發生問題 那有一個政府官員出來扶節 說的是我的不對 沒有呢 因為怎樣 因為他們都是主管機關 他們不是在執行的機關 所以節音是執行的機關 我們在執行的 主管機關不用執行 所以這種法律的體力 跟我們所信的民主社會的法律體力 完全不一樣 行政單位是要扶節音 要做執行的關係 不是要做管理的關係 千萬不能搞錯 最好 行政的實務 建設到錢的事情 因為你要辦事情 辦行政需要錢 錢就是經費 經費就是預算 這預算 當然是對老百姓的洗金錢拿來 所以 將來 將來 我們民進府 一切要遵守 節力的元素 因為這是老百姓的錢 這是我們大家的錢 我們就要把它 欠欠揚 不能亂揚 所以 中國的奧文化 我們絕對不能保留 什麼奧文化 消耗預算 預算 預算 不能亂揚 盡量 才能完 這是節約的元素 不是 不是 推老百姓 生錢 這種奧文化 我們絕對不能保留 甚至 還有一種 大家聽起來 預算達成率 可能 如果不是很公務人員 比較不了解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要判斷 一個行政單位 的行政效率 是根據它消耗預算的停度 預算 開越多 行政效率越高 那不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 這種的也是 奧文化 我們絕對不能保留 所以 現在還要看時間 你領導改善 的行政事務是什麼 這我的想法 應該 三項 很重要的 任務 第一 領導人 就要 整個很好的行政頂用 你的行政單位 你就要做 做很好的整個 怎麼說 你就要 給他 很好的行政部門 要能分工合作 給他 要可以分工合作 再來呢 值得 行政階層 要能分成負責 一站一站 所以 給他 本空氣的給他 但是也就要合作 再來 一站一站 要保障 扶責任 不可以斷層 第二 你也有任務 背影自動自發的部署 你的網工 你就要背影 要背影自動自發的部署 有什麼先決條件 最重要的 第一 應該 明確地發分 每個工作崗位的職責 你如果每一個行政單位 你把整頓得很清楚 你做這項空氣 你的空氣 你的空氣的內容是什麼 你的質疑範圍是什麼 你就要做到什麼頂度 什麼是你的事 讓每一個部署 都知道說 他 要做什麼 空氣 這樣的時候 你不用 每天說 你就要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他自動就要去做 在這個環境裡面 有事的時候 他就要自動去處理 就不用你一定說 這是你的業務 你就要去處理 對吧 所以 你們做領導的 就要幫助補俗 建立這種自動自發的精神 這是做人的方法 你加強他的自尊心 他的信心 每一個 完工 當年醫療的自動自發 所以 直接發出一個問題 一 加二 是變多少 三 在這裡不對 一加二 你如果有一個很好的行政陣容 還有自動自發的部署 加起來會變什麼 你有一個很完美的行政團隊 對嗎 對嗎 你的那個行政效率一定很好 你的行政陣容 噴得很好 你的部署 大家都自發自動 這樣做事 效率一定會很好 所以 一加二 不等於三 在我們這裡 最好 你做領導者 難免 一定要尋到資源問題 而且 你們就要負責 編列預算 因為 你要依法行政 當然就要依法編列預算 再去 你們有聽 這個議長 就是說一些成本和預算的 這些內容 在這個地方 我就不用再加強 說這方面的事情 唯一 只要介紹 給大家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沒有福報預算 就沒有被砍預算的問題 大家記好 你如果沒有補太多 就不用怕人幫你台預算 對嗎 最後 我們接政的事務是什麼 各位 如果被派去接管一個單位 你們的任務是什麼 原則上三項 很重要 鑑督控制和裁官 不是要請你們去接辦業務 應該就是這三項 鑑督鑑督什麼 就是要鑑督你接管的單位 是不是有尊守我們的法理 有為勞備是設想在做事情嗎 什麼讓這個法理 利用這個機會再跟大家溫室一次 日俗美戰 佔領不得儀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這好像在念經 其實你如果去接管這個機關的時候 這不是在念經 你就要付諸於實現 什麼事件 日俗美戰 什麼意思 對不對 日本還有 比如說你有分析出來 對於我們還有參與主權 所以日本就要幫忙我們 讓我們要怎樣 國際地位正常化 美國跟我們占領 他就要本發 旅行政見給我們 他不可以叫我們領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的護照 對吧 這是對我 對來呢 對來我們是被占領的地区 所以我們也就要遵守被占領的任務 聽說占領者說什麼的 那就是我們的法令 我們不可以違反它 但是 反而回來 占領我們的土地的人 也就要保護我們這個土地的這些社會制度 我們的財產 所以 如果有人違反我們這個法令 突起什麼人的財產的時候 將來我們在執政的時候 一條一條都要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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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流亡政府不可以集隊合法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以後跟流亡政府有關聯 都跟我們沒有有關聯 再來 你們特地的監督以外 你們的管理是什麼 你們是有管理控制臨時和財務 人和錢的管理控制在你們手裡 意思是什麼 逼後的時候 你們可以做財管 對臨員和經費做財管 沒有配合 沒有服裝的 沒有符合的 的臨員 你可以把它拆掉 不可以的腳的費用 你們可以抖起來 可以監視 不可以使用 所以這兩個上方保健 大家就要把我保健 OK 時間超過了 抱歉 謝謝 各位同心 因為時間最高的 我們這次學校休息五分鐘 各位同心 因為時間上的關心 這節課我們就下課休息五分鐘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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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